我在挖着这个海龟蛋 它下面有碎石有树根 我们要很小心用手指去触磨 不能一下子把蛋挖泡 这个潮已经45天了 今天在这个保育中心的机构的计划下 我们能够到小育的连续下 我们来到这里 终于我们看到这个新的生命诞生了 其实很感谢有一些一直爱护环境 一直不断默默付出 为环保做出贡献的人士 使到面临即将绝种的大海龟 能够一直繁殖下去 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各位朋友都来到这里 我们都非常开心 心呢 就从那个开心 从心里面就发出来了 我们再一次感谢这里的环保人士 这里是马来亚大学的大学生的研究室 也谢谢所有的赞助环保活动的社会人士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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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